很多朋友都會很驚訝 為何這麼多年都可以不買電話 因為我真的硬見了很多 剩餘的資源其實是沒有用的 我只不過把那些資源修理好 又或者是再修理好 我自己再用回 後來就開始發現 其實想要的東西就很多 但其實真的需要的東西只是很少 我是阿K 我是一個泳俊設計師 我本身就是讀產品設計 當你在設計這個行業 你就會開始發現 其實有很多的推廣的活動 其實他們的浪費是超級大的 所以形成我現在就算穿這雙鞋也好 或者我其實有一兩雙鞋 全部都是因為一些活動結束 剛好 尺寸又配合 然後我拿來穿 我很喜歡白色的衣服 當一些白色的衣服開始黃 又或者開始舊 很多時候我會把那些衣服 拿去做藍染 或者是沖皮紮染 然後會染上一件新的衣服 你會覺得好像買了一件新的衣服 過去一年如果不是你這樣問 我想我都不會發現原來我沒有買過衣服 有鹹魚醬 流動單車試雜 摩地道公園 合社裡面的生物生活 修物生活其實是提倡維修文化的一個項目 一個項目就是做一個鹹魚醬 其實星期盤有一個挺有趣的文化特色 其實就是以前整條街都會有很多地方賣鹹魚 但到了現在這個年代 鹹魚開始吃味 鹹魚葉其實也開始吃味 有什麼辦法可以把這種文化特色留在這個城區 又或者把這個議題可以告訴更多人 把不同的問題的因素 我們都拿回來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會不會其實做一項就足夠 由我當初一畢業開了一間公司 接受訪問 影片也好 雜誌也好 文字也好 都好 給家人看 其實家人也不太理解我做什麼 直到我真的做鹹魚醬 鹹魚醬是我第一次見到我媽媽 會把我的故事說給其他家人聽 又或者說給街坊聽 我想這個就是 好像有一種感覺 好像得到他們認同 爸爸是一個比較折見的人 家裡有很多很折見的位置 是好的 他很堅持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家裡是沒有用電量太低 而那個月是不用給電貴的 他的想法就是他想省錢 省電 但我會覺得我給他形成得很重要 就是其實有很多東西是我們都不用共憤地使用的資源 上一代會覺得以前什麼都是用省電 省水省力來做一個議題 都會去到我們這一代 我們所說的原來是一個永續 可持續發展的一生 好像是一代 接著一代去想 將自己覺得最好的東西 造成一個轉化 再去下一個階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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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